谢谢大家 在上这个讲台觉得非常惶恐 但是我也在面对 我要自我觉察 跟面对我内在的恐惧 好 我们先来有一个祷告好吗 随拜我们的天父 向你献上感恩给我们这段时间 主 其实自我觉察 是明白你的心意 明白你的创造我们这个独特的人 也明白你对我们生命中 生活中的带领 主 也是与你同工 来更新改变的一个过程 我求主你今天使用这样的聚会 从开始直到末了 设定引导我们 与我们每一位同在 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的需要 求你帮助我们能够与你面对面 主 来学习如何与你同工 主 以至于在这样的一个觉察当中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心思意念 都被你改变更新 求主带领下所有时间 与我们每一位同在 感恩祈求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 我要来分享这一个议题 其实自我觉察是一个一辈子的功课 这个题目给我的是 传道人如何提升自我觉察 我们来看看我们有没有这些现象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难以控制的怒气 或者是很多的苦读跟抱怨 很喜欢变 很喜欢真胜 很不喜欢输的感觉 然后我们很容易批评论断 也很难有同理心 我们认为成就跟能力 才能够定位自己的价值 要达到完美 而且我的标准才叫做完美 所以一定要按照我的方式 我的标准跟期待来做事 于是我们也不太接纳自己犯错 我们也不太能够忍受别人犯错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现象 这个多半好像都是比较对外攻击 事实上我们是不是 如同马太福音七章所说 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 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莫 另外有一些是比较是对内的 向内对自己的指控 比如说会很在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 而别人的喜好 对我的评价 就会影响我的自我形象 自我价值的高高低低 我们很容易感觉自己被拒绝 被忽视 我们也很容易去负面解读 别人的言语行为 可能一个眼神 可能就是一个表情 就会让我害怕担心一整天 不知道他对我的看法怎么样 这样的人也很容易 内疚自责 如果碰到关系当中有人不满 那就一定觉得是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事 所以我内在可能觉得 我一定要讨好 然后呢 如果有人不喜欢我 我就很难在这里生存下去 所以我一定要得到所有人的喜欢 可能99个人都很喜欢你 就有那么一个人不太认同你 可是你会忽略那99位 就是非常放大那个 对你不认同的那一个人 对你的看法 然后或者是 有的人他其实不太有什么感受 那也没有办法表达自己的感受 更没有办法去觉察别人的感受 或者是其实我们可能都成为传道人了 我们知道上帝爱我 因为圣经上这么说 可是如果问自己 我真的能够体会什么叫做 神对我的爱吗 说不定是有距离的 那其实这些是都是向内的 那可是这些不管向外 或者是向内的 这些心思意念 很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夫妻关系 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 甚至我们也会影响 跟权柄之间的关系 所以当有这些现象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的反应会是什么 还是说 自己真糟糕 烂透了 真是没用 还是说这样的定罪自己 还是说你会去好奇 我到底怎么了 我为什么会有这些想法 这些现象 这些想法哪里来的 你会对这个好奇吗 圣经上有一个人 我们很熟悉的人 是和神心意的人 就是大卫 大卫他是个人 他其实从小就是在旷野中放羊 然后其实他的父亲是忽视他的 各位还记得撒姆尔来高大卫的时候 耶稀这个座父亲 根本就忘记这个儿子 那他的兄长是轻蔑他的 所以他可以说从小 他是在一个被忽视的 被贬低的一个家庭当中成长的 所以虽然大卫有非常多的诗篇 有非常多可歌可泣的一些生命的历程 是非常美好 以靠神的信心的榜样 但是他在他的人际关系 夫妻关系 亲子关系 以及他在面对神 做得罪神的事情的这些事情上面 其实他是好像跟 我们在诗篇当中 我们在当中看见好像是很不一致的 我们可以看见他放纵情欲 然后也看见他一意的孤行 不惜谋害人命 然后他又不择手段 公于心计 又背信弃义 遮盐 遮满这个行淫的罪 逃避面对问题 所以对他人的创伤 他是可以视而不见的 这些在在都成为 他的青少年的子女 效法的榜样 所以安嫩可以不择手段地去得到 他所想要得到的女子 对他为所欲为 等到这些事情发生 那不管是安嫩或压撒龙 这些错误 大卫都好像没有能力 去管教他的儿女 我想当然这个当中 一方面从小被忽视 他可能也没有看到 到底做父亲的榜样是什么 第二个可能 他自己已经是犯了奸淫的罪 他没有那个立场 好像去教导他的儿女 那另外一项是阿龙 事实上他心里头非常爱这个孩子 可是他却没有办法 对这个孩子真实地表露他的情感 所以这一些 不管他是受忽略 或者跟他父亲的这些关系 我们可以看到 这样的一个模式 一个家庭一种缺乏功能的一种模式 代代相传下去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他似乎跟神有非常好的连结 但是其实跟神有好的连结 是一个开始 可是这个好的连结 它是不是可以延伸到 他跟自己有好的连结 以至于他跟人可以有好的连结 这个是不是也提醒我们 我们在神学院读书 我们其实读很多圣经的知识 查经 解经等等 但是我们的行事为人呢 我觉得行事为人 不是你在教会的表现如何 因为教会表现那就是几个小时的事 真正行事为人要问你的妻子 问你的孩子 这样比较准确 还问你熟视你多年的人 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准确 但是他们的回馈 不止神的话 或者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光照跟引领 包括别人的回馈 别人的提醒 甚至我们个人关系当中 所结出的果子 这都或许可以让我们去反省 去省思 去自我觉察 很多时候我们的虽然跟神连结 可是跟人 跟自己没有办法有好的连结 可能有些原因 包括可能像过去的伤害 各位好 受过伤的皮肤会特别敏感 所以对于大卫来讲 是不是他对于像拿疤 完全不尊重 忽视他的需要 他的请求 对他来讲是无法忍受的 那另外就是 可能也包括像人际关系当中的疏离 就不愿意沟通 其实我们会在辅导当中常常看见 很多一些很有怒气 很多常常发怒这样的人 他们其实不太知道到底他真正的情绪感受是什么 同胞用一个 一个复杂的情绪 同胞用一个怒气来呈现 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去探索 你会发现其实内在有非常多脆弱的情绪 比如说很无助 很无奈 觉得很哀怨 很委屈 可能是这些情绪感受 但是因为他跟人际的关系疏离 所以他不太能够表达这些情绪感受 也不会有人 可能这些孩子从小就是 其实我们最近有一些议题在谈 这个童年情感的忽视 童年情感忽视不是说父母亲不管不顾孩子 不是 常常这样的父母亲 其实可能是非常关心孩子的 但是父母亲关心的可能都是外在行为表现 或者是成就 很少有父母亲如果去关心孩子 你今天怎么了 太不开心 学校里面发生什么事 你今天心情如何 已经学到什么是让你觉得开心很得意的 这些心情感受的东西 如果我们父母亲从小 不会跟我们谈心 聊天 关心我们这个人 我们这个部分很可能是被忽略 被压抑的 如果今天在学校犯错了 被老师责罚 通常妈妈回来披头一顿骂 一定是你 你就不知道做了什么事情 可是很少有父母亲会问说 发生什么事了 什么原因当时你会决定出手去打那个人 他对你做了什么事 你当时的心情感受是什么 所以这些部分其实可能都因为这样 所以我们没有机会去确认我们心中 所以为的想法 对方的动机等等 我们就会把猜想当作事实 各位 有时候我们其实 别人不见得说了伤害我们的话 或是这个话别人听起来觉得其实也没有怎么样 可是我们会特别受伤 什么原因 很多时候可能是背后那个 我怎么解读他那句话所带出来的伤害 以至于我们就很受伤 所以有时候不见得别人伤我们 有可能是我们自己的解读伤了我们自己 那当然也谈到亲职教养的方式 譬如说父母亲是要求完美 不可以犯错 这些部分 所以我们只望看见工作的成果 我们不太在乎那个工作的过程 我们的心情感受如何 所以我们就很难 我们就要求自己要成就表现 我们也要求别人这样 所以爱人如己 如果我们不知道怎么去看待自己 我们很难去懂别人 那于是呢 我们就很难有同理心 那所以童年情感忽视也会带来 譬如说我们要讨好 也可能我们会过分地照顾他人 因为如果我的表现不好 妈妈就会很生气 所以呢 我常常需要看脸色 所以到底我的困难跟需要重不重要 不重要了 是你的成就表现才是妈妈所在乎的 所以那些东西通通都要压下去 通通都要忽略它 所以渐渐地我就不太去感受我的感受是什么了 更没有办法表达我的需要 甚至会没有感觉 从小被忽视的孩子 常常没有什么印象太深刻的事情 所以会有竖琴障碍 就是表达情绪情感上的这些障碍 诗篇139篇大卫说 神啊 求你检查我知道我的心思 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 引导我走永生道路 非常感动 非常很棒的一个祷告 求你 但是这个心思 意念 我们向神求之后 不是说那就是你的事了 上帝求你来检查 求你来试炼 来帮助我 引导我 然后我不需要去与我自己连结 去反省 去觉察 我有什么情绪感受 我这个情绪感受背后 我的心思 我的意念是什么 这个过程才是一个与神同工的过程 而不是一个推托责任 上帝我给你祷告了 接下来是你的事 不是我的事了 所以其实一个自我觉察 很重要的就是一个与神同工 这样的一个过程 也是被神改变更新的一个过程 这次特别讲传道人的提升自我觉察 为什么要特别讲传道人 各位 其实你们在预备 有的人可能还有两年半 有的人大概剩下半年 你就要进入一个很险峻的环境 在那个环境里面 大家对你会有更高的期待 然后你其实没有什么个人的空间 而且跟弟兄姊妹 牧养等等的关系 那是一个更直接的挑战 我们常常听下面这些话 人对了服饰或事工就对了 好难 权柄不是要来 你是用生命去赢得的 如果你的情绪控管不佳 你就黑掉了 然后会友可以不成熟 但是牧者不可以 或者你的为人处事 你的人际关系 婚姻家庭 你没有见证 你的讲道就打了折扣 你会失去会友的尽忠 有没有觉得压力很大 各位你不用拍照 我那个通通都会给 BBT可以给你们 好不好 我觉得这个时刻 请大家开始自我觉察 我觉得这个过程里头 当然你可以理解到 教会长之同工会友 会期待你 这个牧者好像要成为一个完美 当然我不是说 这些都不合理 这个人之常情 所以我们也要有自觉 我们是在做群羊的榜样 但是也绝不是做完美的榜样 但是可能我们能够做的榜样 就是我们很诚实地 可以面对自己 我可以很诚实地 跟弟兄姊妹坦诚 我有这样的软弱 但是我跟大家一起学习 我们一起来相互地扶持 走这条成圣的道路 请大家也为牧者祷告 我也为羊群祷告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榜样 一个真实的榜样 也是一个自由的释放的榜样 但是很多时候 其实我们知道 但是我们做不到 原因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们需要去面对 这样的一个处境 来预备自己 所以神学院这三年 不是把圣经读懂读会 很会查经 很会讲道就够了 可能更重要的是为人处事 很多时候牧者离开教会 不一定是讲道讲不好 更多时候是因为人的问题 人的关系出了问题 传到人真的是一个 很不容易的一份呼召 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受伤的牧者 不要以为我将来不会 各位也有可能 我们也会成为伤人的牧者 可是也有的时候 其实也没人伤你 我们会不会自伤 可能我们给自己太高的标准 压力 要求 或者我们解读别人的话 或者我们认为别人 不是善意的 是恶意重伤等等 那我们看不看得懂 别人到底怎么了 别人在说的意思是什么 说不定别人没有这个意思 可是呢 我们却会把它解读成这样的意思 而伤了自己 所以这些东西 可能都跟我们的成长经验 被教养的历程都很有关系 那另外就是 如果我们不太能够表达情绪感受 对人付出关心 与人连结 我们就很难跟弟兄姊妹 跟会友 跟长职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 那另外其实 包括我们的讲道 我们讲道传讲的不是只是知识 而是生命之道 是跟人有关 是跟你所听的受众 这些会众 这些羊群的 生命跟生活是有关系的 所以如果我们不懂人 我们不懂自己 我们不懂自己就不会懂别人 那我们所传讲的道 就会变成是飘飞在半空当中 高大上 但是进不到人的心里面去 另外就是牧者 当然在教会处境里头 我们自己要够健康 各位 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 康健的人用不着 对不对 所以我可以这样说 教会当中充满了有病的人 最有病的是谁 就是传道人 保罗不是说他是罪人中的罪魁吗 对不对 所以我们常常就是罪有病的人 可是我们也可以理解 其实罪的背后 我在辅导这些年 我觉得常常更深地感受到 其实罪的背后往往是伤 伤的背后 往往是有一个需要没有得到满足 那于是呢 当这个需要没有办法满足 他就用一个错误的方式 不管他用贪婪 不管他用言语 用话来刺激你 呛你 指责你 其实他需要的是那个 背后他渴望得到的那个 可能是被看重 可能是被关心 被爱 但是如果我们看不懂 我们就很容易受伤 加上如果我们自己生命当中 有伤口 所以当传道人 面对别人的伤害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就是会 自己跳到 其实自己原生家庭的战场里面去 就忙着舔视自己的伤口 但是却没有心力来看懂 什么原因这个人会怎么说 这位会有他怎么了 他最近是发生什么事了 他生命当中是不是有什么难处 或者是缺乏 以至于他对我有这样的期待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幕会当中 很重要的相处 人际关系中的智慧 你说这些事情会不会影响到幕会 一定会 有时候会像 各位我要声明一点 我接下来所有举的例子 都跟信友堂无关 请你们一定要记得这件事情好吗 我觉得不是有此地无垠三百两的意思 我很努力的 希望是可以很中肯的 我举例 譬如说有时候我们牧者之间 会不会有嫉妒的问题 有可能 如果我们只是说 我们不应该嫉妒 去定自己的罪 认罪悔改 各位如果这个嫉妒的背后是有伤 我明明知道我不应该嫉妒 但是我只要看到 别人为什么可以得到 我没得到的东西 我的那个嫉妒就会 甚至是苦毒 我就会不由自主地冒出来 那什么原因呢 其实可能是背后的伤 我常常说 如果今天告诉你 你听了 你懂了 你就会去做 你就改了 各位这背后没有什么伤 只是观念 有偏差而已 可是如果今天 你知道你该这么做 但你做不到 甚至你会做相反的事情 那表示说 这个背后可能是有伤 譬如说是不是 这个牧者从小在家里面 他是一个不受重视的 他看见哥哥 爸爸看中哥哥 他什么都可以拥有 为什么我不行 所以他只要看到别人拥有 他就会 那个痛就被勾起来 于是呢 他会呈现在幕会当中什么情况 譬如说 我会去排挤那些 比我优秀 或者是他是我的威胁 或者是对我有挑战的 这些牧者 他会危及 我将来在这个教会中的地位 真重要性的 我可能就会去排挤别人 或者是 举例有一天 如果当他当上了教会当中 有很重要的一个位置的时候 当他在招募这些牧者的时候 他有没有可能 他要对这些很优秀 或者是长得很喜欢的牧者 我心里就会觉得 觉得不可以让他进来 因为呢 太危险了 到时候我会被挤下去 所以他可能 会不会就是去挑一些 比较不会危及他的地位 或甚至可能能力 各方面 没有那么优秀 但是觉得他可以听我指挥 听我使唤 有没有可能会有这样的现象 有可能 所以 这个时候用了一个错误的方式 来满足自己 那个被看中的需要的时候 这就成为了罪 但是事实上这个背后是什么 可能是一个伤 而这个伤 如果他没有带到上帝面前来 求上帝来安慰 来医治 来更新 来重新认定 其实他在神眼中的条件 是无可取代的 他跟哥哥都一样的独特 而神对每一个人的托付 跟呼召跟带领 都不一样 但都一样宝贵 如果他没有办法回到神里面 被神这样的安慰医治 这个问题只要碰到 有威胁性的人出现的时候 这个伤就会被勾起来 所以光定罪自己是嫉妒 并不一定会改变人 反而是我们要回到神里面 重新去体会他 对我们那样的一份价值的肯定 这就是圣父圣子圣灵的工作 价值的肯定 我们是神的儿女 神爱我们到为我们而死的地步 并且把复活生命赏赐给我们 而且圣灵天天引导我们 赐给我们力量跟盼望 如果不是这样 这个罪背后的伤会常被引动 而且用错误的方式来满足这个需要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去自我检视的 自我觉察的一个过程 所以传道人如果缺乏自我觉察 它会产生许多许多负面的影响 好 那怎么去提升自我觉察 这就一定要谈到我们的灵修 其实灵修有两个项度 对不起 请问钟在哪里 在手上吗 灵修有两个项度 一个就是我们读神的话 然后圣灵光照我们 让我们去觉察自己 所以祂的话能够成为我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但是我今天要讲另外一个灵修 项度叫做生活灵修 什么意思 就是生活当中的事件 情绪感受 这些事件当它引发的时候 特别是我们有情绪 那些负面情绪的时候 就是一个需要我们自我觉察 自我探索的时候 而这个过程也是一个与神对话 并且明白 神祢为什么容许这件事情发生在我生命中 而且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处境里面 主 祢要我学什么功课 以及祢要对我说什么话 所以这个自我探索就是 借由这个事件 我们来到神面前 向神来倾心吐意 包括我们的情绪感受 我们的心思意念 包括去觉察 我生命中是不是有一些创伤 被勾起来 以至于我有这样的情绪跟反应 还有这样的想法 于是我们很需要的就是 来领受上帝的安慰 医治 宝宝 以至于我们的心意可以被更新 其实我们基督徒 特别我们华人 我们很不能接受情绪这些东西 可是各位 我要请大家看看 这些经文当中 这个都在讲谁呀 耶稣 这是从一本书里面 情绪是从奏里面所引申出来的 而且这本书里头也 把新约圣经当中 耶稣所表达的所有情绪 希腊文是什么 中文翻译是什么 通通都列出来 这本书叫《情绪似从奏》 我们可以看见 耶稣是一个情绪非常丰富的人 他是完全的人 他也是完全的神 如果耶稣有那么丰富的情绪 我们可以说情绪是不对的吗 各位 情绪不等同于情绪化 有情绪很正常 但是情绪化是 我不管场合 不管对象 也不控制自己 用合一的方式表达 而尽情地宣泄自己的情绪 造成破坏性的影响 这个叫做情绪化 所以它跟情绪是不一样 情绪是很正常的 就像耶稣 他曾经在克西玛年园 我们最近正在受难节 他忧伤到几乎要死 他也有这么强烈的情绪 可是我们会说他情绪化吗 不会 因为这个情绪是这么的真实 因为他所面对的就是一个极大的痛苦 所以情绪是一个神赏赏赐给我们的领悟 我们可以看从圣经当中 我们看上帝也有情绪 圣灵也有情绪 他用说出来太血 来为我们祷告 所以情绪是神 按着我们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时候 神就把它放在我们里面 它是我们生存表达需要 甚至化解问题一个非常重要的资讯 它在很多方面其实都带来非常重要的影响 但是如果这个情绪本身它是有功能是好的 可是如果我们过于单逆 在这个情绪里面 意思就是说它持续太久 或者一直反处 一直在心里面反复地去思想 然后甚至去从生活当中继续收集那些 比如说我不可爱 别人都讨厌我 不能让人家靠近 当人家发现我不够好 别人就会觉得我很差 就会离开我 等等等等这些 我们都会收集这些资讯的话 那这个人就会变得非常的不健康 而且他自己不健康 也会带来关系中的不健康 甚至教会的不健康 其实我们人很复杂 这是一个心理理论里头 讲到我们内在像一个冰山一样 外面看到的是浮出来的那一块 这是很有限的一部分 那事实上下头有非常非常复杂 非常有层次的很多 包括你的情绪感受 背后是什么想法 带出这个情绪感受 我们是对这个世界 对别人 或对自己有什么样的期待 或者我们生命中 到底有哪些的渴望 或者是需要 最后最底层就是 我怎么定义我是谁 在这里我就要讲一个例子 我有一段时间生病 那有五年的时间 就像比窦盐 甚至到后来就有点发臭 不得不 我觉得问题有点严重 就先生陪我去看医生 那个医生 那位医生刚好是信友堂的会友 哇 还是有信友堂的例子 然后呢 这医生就说 哇 你怎么到现在才来多久了 我说 五年吧 这个会友 这医生就 我说 哦 这么久啊 他就看了我先生一眼 然后呢 我就心想不妙 然后呢 看完医生之后回家 晚上 我们两个其实走在路上 要去吃饭 我先生突然就发脾气了 他说 你病成这样 为什么这么久没有告诉我 各位 如果是你 你会有什么反应 我听到他这样讲的时候 我的反应就是哈哈大笑 为什么 因为我从他的生气里面 其实我感受到他的这个情绪背后的 愤怒背后的 其实有一些复杂的情绪 有哪些情绪 已经没时间对答 否则我在课程当中 我就会问大家 其实我想他的背后有一种 觉得生气 为什么我不告诉他 是不是 我不信任他 另外就是 他觉得 很担心 很害怕 拖这么久 万一发生什么事 我怎么办 所以他会有那个担心 害怕的情绪在里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情绪 就是觉得丢脸 为什么 天哪 这牧师被会有发现 他太不爱太太了 所以他是不是觉得很丢脸 觉得没面子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些情绪都让我感觉到 他非常的爱我 非常的关心我 所以我就哈哈大笑 我就跟他说 我就回应他说 你很生气 因为你觉得怎么样怎么样 我就把刚才他的情绪 背后的想法讲出来 他就一直点头 这样子 然后呢 可是不是这样就结束了 好像有情绪 这是他的问题 我也要来检视我自己 我要自我探索 觉察一下 对 什么原因 我五年了 我都没有去处理这个问题 想着想着 我就突然眼眶就红了 因为我想到我小的时候 我如果生病 妈妈通常的反应 都是觉得你很麻烦 你在找我麻烦 家里已经没有那么多钱 然后我也很忙 你生病 是给我是带来 我们的问题 带来我们的麻烦 所以渐渐渐渐的 我开始学习忍耐 就是我不希望我生病 其实我生病 我很渴望被关心 我很渴望 能够有人协助我 帮助我出了这个问题 可是我得到的并不是这样的时候 我就学习着忽略我自己的痛苦 或者我忍到一个我不能再忍 一下出问题的时候 我可能才会去 不得不去面对这个问题 所以突然想到这个心里有点心酸 可是这个心酸里头 当然我知道 我的妈妈很爱我 她是关心我 但是她不是 不太知道怎么去表达这个部分 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说 我的妈妈或许过去不懂得怎么爱我 但是神爱我 我要用神爱我的爱来爱我自己 神看重我 关心我的需要 所以以后我若生病 我要去面对这个问题 而且我要跟我先生讲 让她知道她是被信任的 所以各位你就看 这个下头我刚才讲的东东在这里面 我对人的期待 就是因为我对她的了解 我知道她是关心我的 我知道她 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来表达 她的情绪感受 我也知道她的内心的渴望 她被信任 但是她有一个我是谁 就是如果太太不信任 我是不是显得我这个丈夫 没有用或者是没有价值 但是我要回应我先生的就是 我很谢谢你关心我 我非常的感动 你会因为这个事情生气 但是我了解你背后的心情感受 但是我自己也要很稳固 就是我是谁 我不需要因为她的对我生气 而开始怀疑我自己 而我自己很清楚知道上帝爱我 各位 我们所读的神学 要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而千万不要是神学归神学 我归我 所以这个就谈到心智化的能力 这个也是这些年来 在研究的部分 其实每一个人 心里头都有一个冰山 而我们常常在关系的问题当中 就出现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sign 就是情绪 那事实上我们每个人 也与神有关系 而是我们在人跟人互动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觉察自己 并且我们也能够觉察别人 于是了解我们两个人当中 有什么差异 这个差异有可能是内在的差异 有可能是外在的差异 那这个内在跟外在的差异 怎么处理 这就带出我们与人相处的智慧来 以及处理自己 调节自己情绪的智慧来 所以我们首先第一步 就是要跟自己相连 我们跟自己相连 我们才能够表达 以至于跟别人相连 而我们在表达之前 我们需要先与神相连 以至于我们能够判断 这个时机 对方什么情况 适不适合表达 所以认识了自己 我们也要去了解别人 你唯有认识自己 你才有能力去了解别人 有时候教会当中 也难免会有一些冲突 当有冲突的时候 如果我们自己的自信心 我们的自我价值很稳固 我不是说自我价值稳固 就是说自己没有错 而是即便我错 我可以很自由地承认 因为这并不影响 我的自我价值跟定位 因为神还是爱我 神接纳我 神知道我就是一个罪人 但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 祂就已经先爱了我 所以这不会影响我的自我价值 所以我可以很自在地承认 我就是一个罪人 我就是会做得不完美 所以当别人指出我的错 指出我的问题 我就承认 我就接受 我就谢谢他 我可以去改进 而且我生命会越来越成熟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与神连结 很稳固的时候 我们的内在是稳固 我们跟人的关系 也不会受到挑战 所以有时候 当别人来攻击我们的时候 特别将来你们在教会里面 也会碰到 那如果被别人攻击 可能如果我们内在很稳固 我们会知道说 有时候这不一定是我们的战场 有时候这是他内在的战场 我举刚才那个例子 譬如说那个嫉妒 如果有人攻击我 我如果看懂这个人 我如果知道这个人 他成长的背景 我可能就会理解到 其实这个时候 他看到我 可能有一些好的表现 或者是有些东西 对他有威胁感 他就觉得非常的受不了 所以他就试图要来攻击我 或者我做了某些事情 对那个人而言 或许这些事本来应该是他做 可是他没有做的时候 会不会我做了就威胁到他 因为更叫人看出来他没做 所以这些部分很可能 当我们看懂人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个关系 才知道怎么样去避免那个地雷 也才知道怎么去安慰人 陪伴人 好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心智化的能力 我觉得每一个牧者都会需要有 因为我们是在一个教会处境当中 好 圣经当中 你要保守我们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所以当一个事情发生 我们有情绪的时候 需要回头去检视这个想法 这个想法里头 可能有习惯性的思考 有非理性的思考 有过去负面的经验跟创伤 好 等等 那所以当我们解释这个想法之后 我们需要来更新这个想法 就是回到基督里 有一些不出于神的 恶者就是要杀害偷到 毁坏我们的生命 就从破坏我们的思想开始 所以我们要回到基督里去驳斥 我背后那个想法到底有没有根据 如果没有的话 求神帮助我们 导正我们 将我们的心意夺回 能够顺服基督 然后当我们修正想法 我们的情绪就会被改变 我们会带出不一样的行动 跟不一样的结果来 这个过程就如同罗马书十二章 第二节所说的 心意更新而变化 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 何喜悦的旨意 所以情绪很重要 情绪就是一个自我觉察的窗口 我介绍三个 可以帮助我们提升自我觉察的方式 有一本书是黄慧娟修女写的 它叫做自我察觉的心灵练习本 泰雅出版社出的 它特别讲到说 其实处理自己的情绪 要先觉察自己的情绪 才能够好好处理 情绪来了 就让它来 那是一个机会 一个契机 不要拒绝它 可是这个情绪 该走的时候 也要让它走 不要一直单逆 反处 在这个里面 那个会伤害我们的生命 跟心理的健康 那当然我们的信念如果改变 情绪就会变好 所以要好好的照顾 我们眼前的情绪 所以专注力是一个 觉察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专注 我们就没有办法觉察 此时此地 我们是处在什么样的情绪当中 所以先不要去 批判自己的情绪 对错好坏 那其实任何问题的发生 都是成长跟改变的一个契机 那所以他建议我们 透过一种专注的练习 闭上眼睛 去体会当下五官的感受 还有四肢身体的感受 去觉察我们内心情绪的感受 其实这个本身就有一种 疗愈跟安抚的 这样的一种功能 而且会缓和下来 所以当我们能够尊重 跟接纳自己的情绪 我们也会尊重 跟接纳别人的情绪 那所以现在就是我们将来的过去 我们如果现在把自己照顾好 我们将来就会也会连带的 会不断地会有一个健康的 一个心理状态 好 所以有时候当然 我知道牧者都很忙 功课也很忙 可是各位如果当发生什么事 我鼓励大家 在当下的一个情绪 如果你没时间整理 在上面插一个旗子 做一个标记 在心里告诉自己说 我今天一定要找个时间来 好好去觉察一下 我现在的情绪是什么 我怎么了 什么原因 我听了这个人的话 是让我觉得很难受 说不出来的一种痛 或者是很受伤 我是怎么解读了 或者是这个话 是不是勾起了我过往 什么样创伤的这些经验 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自我照顾 各位 我鼓励大家珍惜你们 校友们的同学们现在的关系 因为将来你们进入服饰之后 可能你能够去找人询问 诉苦的就是你现在的同学 因为将来在教会里面 你应该很难找到人 可以跟他分享你真实的心情感受 刚刚那是一个自我觉察的一种方式 从情绪 从静默 从感官 第二个方式就是 生命历程的轴线图 在我们教会辅导中心 我们有葡萄小组 就是我们要与神连结 因为与神连结 我们可以肢体相连 这个要透过 由自己跟自己连结开始 就是探索自己 我们每个人都要画这个生命历程图 我们透过这个图 可以检视生命历程 就是生命中所发生的这些事 对自己有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有些影响是正向的 有些影响可能是负向的 这边讲到回想出生到现在 印象深刻的六个正向事件 跟六个负向事件 请你解释 每一个事件对于你的生理 心理跟灵力 就是你跟神的关系 还有人际关系等等 各方面有什么样的影响 当时你是怎么度过的 这个就是神的恩典 就是思想神的恩典 然后自己生命中 因为这样有什么需求 譬如说被肯定 被爱 被接纳等等 那这样的一个整理 你才有办法从 你过往生命经验当中 看见上帝透过这件事情 对你的塑造 对你在生命中的作为 以至于你像约瑟一样 各位这个探索历程 有时候很痛苦 打开潘朵拉的盒子的时候 又张又抽 是很害怕 很痛的 但是这个探索很宝贵 如同约瑟看到哥哥们 来敌量的时候 他其实是圣经上记载 至少有五次 他躲起来哭 所以这个过程可能有眼泪 里头有心酸 有苦痛 可是这个眼泪 都可以带到上帝面前 来向神请信徒一 可是每一次的请信徒一 都会经历到上帝的安慰跟医治 特别会看见神 透过这个可能磨碎了 我们某种性格 某种耐力 某种坚韧 各位这个是将来 我们要去幕会的时候 我们非常需要 这样的一种耐受力 跟坚持度 或者是抗压性 我们可能都经过 因为生命当中这些苦难 我们比别人更有承担力 所以这些都是 我们要再一次去看见神 说实话我们不只是在华神这三年 它是对我们一生都有带领 一生都有预备的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表格 各位正向的事 负向的事 有的事情当年看是正向 可能事后看是负向 我举例 我以前小的时候 在演讲朗读方面 是非常有机会得奖 所以掌声很多 可是这个东西对我带来 其实很多负面的影响 如果各位 我今天分享完 大家不给我掌声 我就会觉得 我今天是不是讲得不好 我没有意思 要等一下给我掌声 我要说这是 我也要学一个功课 就是说谢谢 而不要说 没有没有不好不好 你看我今天讲得很烂 可是有要学的功课 就是谢谢 我要说的是 这些东西当年 可能对我来讲 是一个非常光荣 但是日后可能对我来讲 我非常需要别人给我的回应 才能够确认我做得好不好 或是我只要有一点点做不好 我就会挑自己的毛病 这会让我的服饰当中 会非常地辛苦 而且跟我同工的人 也可能会非常地辛苦 所以这都是生命带来的影响 可是有些负向的东西 譬如说我刚刚讲 有些生命当中 可能被压抑 或者是有一些辛苦的过程 但是可能这些塑造出来的耐受力 那种忍耐那种坚持 却是我们家来幕会当中 非常重要的部分 会比别人有更多的毅力 更多的承担力 所以这些东西 各位当我们回头去想的时候 你会看见上帝 在我们生命当中 可能过去是觉得 创伤或者不好的事 你却能看见背后的恩典是什么 所以这个会帮助我们 提升我们的自我觉察能力 所以当我讲一个例子好了 有一天 时间好赶 有一天 我领会完 我们有一个很可爱的童工 他看到我就说 哇 你头上有光环耶 各位你听你觉得怎么样 也还好嘛 就有光环嘛 对不对 不是我头 不是我涂头的意思 但是你知道我听完 我马上就意识到说 哎哟 糟糕了 我是不是很骄傲 我这样有光环 会不会让别人觉得 我很不可亲近 别人会不喜欢我 然后呢 我一个晚上睡不着觉 很莫名其妙 对 我都觉得我自己莫名其妙 可是因为这个东西 勾起到我小时候什么经验 小时候我们去 小学的时候 我们去参加什么比赛的时候 大家都要搬着一小椅子 到大树下头 排排坐 然后上台演讲 朗读等等 我印象中只要我每一次朗读比赛 得奖 就会有其他班的同学拿椅子来撞我 或者拉我的头发 然后告诉你说 你好讨厌 当然 小孩子不懂 不知道怎么表达 他就觉得很生气 很嫉妒 可是对我来讲 如果我做得好的时候 就表示有危险了 因为别人会讨厌我 因为别人会觉得我很骄傲 好 所以 这东西在我心里的一个晚上 后来我决定 要跟以前不一样 你看这就是猜想当事实 然后 就很痛苦 所以不是别人的意思 第二天呢 我碰到这个童工 我就问他说 昨天 你见到我的时候 那些脸会玩 你见到我 你说 哇 头上有关怀 你的意思是 好 问号 就请他去回答 所以各位 如果你以为别人有什么意见 你其实是可以去确认 因为这个就是跟人的连结 然后也可以重新更新 你跟你自己的连结 好 所以我就问他 他就说 没有啊 很好啊 每一个牧师 每一个谁上台 我像那个谁谁谁上次 我也跟他说 你头上有关怀耶 所以其实什么意思都没有 他就是一种 鼓励肯定 可是你看 这对我来讲 为什么我会变成这样 就是小时候的创伤 可是你看 哇 得奖 那是一个多光荣的经验 可是对我来讲 那叫做创伤 好 所以 我们不要用我们自己的生命经验 或以为来说 你怎么会这样 你不应该有这种感觉 你不要这样想嘛 各位 这都不能安慰人 而我们是要去了解 什么原因你会这么想 你会这么感受 你怎么了 这勾起了你过往什么样的经验 这个会提升我们的自我觉察度 好 这个大概就是一个 写完之后的样子 我有神学生 何晚会在这里 如果你们不懂 可以跟大家 我会把这个PPT空白地寄给大家 好 第三个方式就是生活灵修的操练 就是当我们生活中发现一些问题的 一些事件的时候 你把事件做一些的描写 然后呢 很重要的是先写下你有哪些情绪感受 譬如说你很生气 你很难过 你很忧伤 你很委屈等等 然后去查验每一个情绪背后 你的想法是什么 然后每一句话当你把它写出来 其实你会有一个非常非常深的 一个自我的探索跟觉察 但是呢 这时候要把神的话带进来 因为我们要把恶者的谎言 跟过去生命当中错误的影响 要把它除掉 要用神的话来洁净我们 然后最后我们可以有一个自我的反省 就是我发现 我的个性当中很容易这样 我发现我的很多服侍 因为这样会受阻碍 我发现当别人有什么样的时候 我就会过分地敏感 或等等的 那于是在以后发生类似的事情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说 我又来了 我又来了 所以提醒自己说 我不需要这么敏感 对方其实没有这个意思 来安抚自己 然后也来到神的面前祷告 说主 你认识我 你检查我 你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所做的你都知道 虽然我不完美 但谢谢你仍然爱我到底 来求神帮助我 能够改进 能够成长 好 我举个例子 我最近有一个很深的反省 我回头 我已经六十岁了 我回头去想我生命当中 很多的服侍 我是拒绝的 因为我最近 人家请我去做一个领会训练 我找到我2009年 刚从华神毕业两年的内容 我写到最后的时候 我看到一句话说 以后呢 我会带着大家在敬拜前 陪大家一起祷告 我就突然意识到 我想说奇怪 我为什么说这句话 我才突然回想起 原来曾经我的牧者 希望我 已经命令我 也要我去了 这个某一个团契 来带领他们 但是呢 我太害怕了 我怕什么 因为那是一个妇女团契 那里面每一个都很年长 每一个看起来都很像我妈 所以 我想看到这么多的妈 我心里就恐惧得不得了 但是我用了一些很漂亮 冠冕堂皇的理由 就去跟我的主任牧师说 我没办法带这个 我觉得应该要有谁去带更好 然后我就逃了 我就逃走了 我就再一次被神 被圣灵光照 我想起很多 很多服侍 别人来邀请 我都是拒绝 那个拒绝的背后 有一个很深的东西 叫做冒牌者正后群 各位最近出的书 新书 什么意思 就是可能外表 其他人都看你觉得 你很优秀 你很棒 你很会做 很有能力 很有才华 等等等等 但是你永远心里头 有一个东西 觉得说 其实那都假的啦 我才没那么厉害 只是别人没发现 我只是运气好而已 如果别人真知道我的话 就知道我里面 其实真的什么都没有 各位 这个会不会影响我们的服侍 会 会 好 很深的影响 所以我最近 真的是很深 很深的悔感 就是主 我真是 因为这样的一个 生命中的 这个也是一个创伤 因为妈妈小时候很严格 就是所有不管做的事情 如果你99分 妈妈永远就 闻那一分去哪里了 而且会为那个一分 打我的屁股 狠狠地打 所以这些不能让我觉得 我永远不够好 我永远不可能 做到 别人对我所期望的 所以 即便很好 我永远还是觉得 我不够好 而且最好不能让别人知道 而且最好不要上台 这样的话 别人才不会发现这件事情 所以就常常会躲起来 或者是逃走 但是这样就没有办法 为神所用 好 所以生活灵修 就是一个跟神的对话 跟自己对话的历程 各位 这个每一个事件 你都可以去探索自己 好 这个表我也会给大家 好 所以 倾听生命 这个是那个 Parker Palmer所写的 他曾经 他做了一本 《行动灵修学》 还有跟自己对话 他说 他要倾听生命 如果我们可以学着解读 自己对周遭经验的反应 包括口语 行动 反应直觉本能 感应 跟身体当下的状态 那么 便能从中找到 活出更真切的生活 所需要的引导 我想这个 就是一个跟神连结 跟自己连结 也是与神对话 这样的一个历程 那生活灵修里头 其实 我们人是一个成长经验 塑造出来的人 包括父母的教养方式 手足关系等等 所以 我们生命中所经历的事件 都一定会留下 反正走过 不会留下痕迹 我们可能 会有一些忧伤 惧怕 愤怒失落 遗憾等等 可能到现在 都还继续影响我们 那另外像消极 恐惧 掌控 怨愤 偏执 这些如果我们 没有治愈的伤痛 跟情感 也会 还有消极的思想 也会阻碍我们 去体会基督的爱 也会影响我们 对自己 对他人 对生命 以及对神的看法 但是我们 最需要的 却是基督的爱 因为他关心 医治我们 包括过去 现在 未来 他包括我们 这整个人 不只是我们 圣经之事 是不是读得够好 包括我们 这个人的情感 思想身体 所以灵修 不是逃到 神的话语里面 去躲起来 好像进到一个 逃城里 其他事情 通通都不要管 一切都很美好 不是 而是 灵修 他不是逃避 无情跟残酷的 现实生活 单单追求 属灵的事 而是 与神同工 去拆解那些 我们生命中的地雷 更新我们的 心思意念 以及与神 建立一个 真实亲密的关系 锻炼美好 的灵性 来面对 将来服事当中 我们要面对的 处境跟挑战 好 我下面有几张PPT 是讲到 自我对话 但是我不打算讲 大概三张 好 所以 最后 我想要说 很多时候 我们知道 应该要这样 可是为什么 我还是常常卡住 我想不起过去的事 我也不明白 是什么原因 各位 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 你或许需要去探索 背后是不是有伤 是不是有一个需要 没有办法得到满足 所以我们会用错误的方式来 满足这个需要 它就变成了罪 所以我们需要去了解 认识自己 承认自己真实的情况 问题跟需要 另外就是 如果可以 你可以寻求帮助 然后学习跟操练 毁 不够 要改 要学 所以如果你们有需要的话 我鼓励你们在学校 在这三年当中 就好好来面对 自己生命的议题 也鼓励大家去上 道座教末辅导组的课 因为这些课都是 圣灵会在我们里面动工 会不断地 在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它知道我们的需要 它会来修复我们 帮助我们 人若自杰脱离卑贱的事 就必做贵重的器皿 成为圣洁 合乎主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所以有健康的牧者 才会有健康的教会 然后要确实地灵修 这个灵修是要我们 诚实地面对自己 也来面对神 我们要勇敢地面对 原生家庭 还有生命历程当中的 这些负面的影响 所以不要告诉我 要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 向着标杆直跑 这是一个过程 各位好 当你的伤被医治 被安稳 你真的会不太记得 当时的情绪感受是什么 我自己就可以做见证 所以我们需要 各位在这里要培养 心里的健康 抗压力 耐受度 来承受上帝 对我们的托付 好 我把时间交给主席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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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